今天很多地方都特别冷啊 济南的爱心厨房却是格外的温暖 这里传出了小朋友们的欢声笑语 还飘出了香喷喷的饺子味 是谁在爱心厨房里包饺子呢 上午十点四十平的小屋热闹了起来 正在包饺子的是山行乘务组的志愿者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了解到了爱心厨房 之后一有时间 他们就组织大家来这里看孩子们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这五年的发展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就是这么多人加入进来 我们这次来就是因为 想给孩子改善一下 吃这饺子 不因为快过年的感觉了吗 包饺子有过年的感觉 然后顺便给这五个孩子 完成一下他的心愿 他们要的玩具都很简单 因为我儿子也三岁 他们要的玩具也是 奥特曼什么变形金刚 给孩子们包顿饺子炒几个菜 完成孩子们的一个个小心愿 如今王丁也已经为人父母 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关心着这群可爱的孩子 就是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 然后开开心心 就是最简单 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 志愿者们细心装和 等着家长们来娶 有大有小希望还是早日康复 没事没事 现在就自己感觉这里又是家了 就是每天现在都在这儿 快一年了嘛 忘了 忘了 来得特别 特别行嘛 特别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 我们媒体对我们爱心厨房和 这个花儿家庭有些帮助啊 特别感谢他们 小小的爱心厨房散发出的是 大大的能量 大冷天的一碗热乎乎的饺子 吃一口香在嘴里 暖在心里 感谢志愿者 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早一点 战胜病魔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长大